现在开始去圆顶礁国家公园 这个圆顶礁啊 它翻译出来之后 难道就是一个圆的顶子上面的一个大的礁石吗 我们到现场看看 揭开这个谜底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种地质啊 真是漂亮 我老是重复这句话 你看我的镜头的前方 正前方 现在也是一个眼影地 我昨天为什么没有停在这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风口 它是有一个狭长的通道 它抽风 这就算 我昨天好像讲的 离这儿有五公里 四公里没有 其实才两三公里 三公里不到 就到了这个圆顶礁国家公园的大门口了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大门 这就是一个门口 我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大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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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门口了 这个大门口了 像史诗般的宏大 两边有各种凸起 各种断层 各种能够看到这种地质层面的构造 真是漂亮 小河水 对啊 旁边是一个小溪 这个确实是 真是难得 现在是什么时候难够呗 你怎么可能啊 我都是第一次来 你怎么可能 警方之上有地质 我们这个水 又有瀑布 对 closed 这里头好漂亮 朋友们 这里头确实 确实太漂亮了 反正感觉不一样 跟广门国家公园和峡谷地都不一样 这个感觉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这一会儿 进到里面 游客中心那个地方的时候 肯定比它更漂亮 对吧 我都不舍得关这个相机 我都不舍得关这个相机 这有一个小景点 这是一个 我们下来看看啊 这个是1909年的房子 他这个 说这个家庭在这里面有13个孩子 孕育了13个孩子 这是一个小屋 对啊 哇 这个小小屋 它是 下面是石头的 屋顶呢 是用的 木头 这个木头也非常原始 下面的石头就是用这个山上的 这种粘土 给它粘合在一起的 这个 这个窗户留的就非常原始 这个地方的构造是一个小壁炉 好吧 我们就打开摄像机 就拼命的拍这些东西 我们把最美好的东西献给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今天的天啊 真是棒 呃 这个 这边的天蓝的不像样已经 就是 天空像 还是那句话 就像水洗过的蓝一样 清澈 特别的清澈 全水 哇 好美 好美 嗯 这个24 继续走的 其实还是24 24就穿行在 这些这个 景色 长龙之中 它就形成了两边的 特有的景观 看 左边这个 这个就像路这一侧穷鞋的 像这个立起来的这个城墙一样 两边都是形态各异 而且 它沿着这个溪水在走 这个溪水的 所经过的部分呢 它都长不起了树木 哎 那就非常有意境 非常有意思 这么一个 呃 场景 哇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感觉好奇妙 朋友们在现场的感觉真是很奇妙 是一个图步道 是一个图步道 是吧 我看他写的是一个图步道 你不图步啊 你要图步你下午来看 我们先把主要的事情解决了 好不好 那还有大概有十几辆车在那排队 就等那个 停车都搞定去哪里 对啊 所以他那个停车位比较少 他就没有办法 这一片是果树 你看吗 对啊 这是专门种植的 周边应该有人呀 你看这就是一个叫观景 然后他旁边又做了一个徒步 就是两个意思 这个地方就是可观景可徒步 嗯 这是一个照相的地方 这好大 他这个古代印第安人有在这边雕刻的崖壁上雕刻的东西 现在在镜头里头正中间的地方 朋友们看 那边就是他雕出来刻画的小人啊 你看他左边还有羊啊 什么其他的这种形象 他们在这里头有 他是这样的 他也发掘了在这边印第安人生活的痕迹 这是一个游客中心 远顶江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 我们要在这里面取一张地图 然后获取更多的信息 过去的马拉车嘛 房车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改 这是过去人家住的一个老房子啊 现在成为了一个参观的地方 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的场景 这是一个小柴房 要不就是不知道 然后门前是一个草坪 看吧 那边是他的马骨仓 对吧 这么一个一个家庭的生活场景 这个地方是远顶江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 我们这条路也走到头了 需要徒步沿着这个山谷 这个狭长的通道往里走 我们走走看看 现在大概要走多远 具体是什么情况 还不是特别清晰呀 对啊 就这个 这种山啊 这个山是非常震撼人的 你在底下 跟在远处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缺陷 因为停车位非常少 总共就十几个停车位 所以很多人在这转来转去的 没有办法停车 你看这个地质层 都有多么复杂 底下是红色的像沿途一样 这个再往上走 是一个松动的那种 叫什么 叫麻片的那种盐 再往上是一种石头 再往上另外一种石头 再往上又 十几层呢 真棒啊 真漂亮 哈 1234 得有三四十层楼这么高 这真是漂亮 这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种区域见到的花 我是第一次啊 在看 它的这个没开之前是这样的 好神奇 哇 好漂亮 哇 你这个是群魔乱舞啊 你看这么样的这个岩石层 就是这样 其实它的硬度不行 看这种局部的 小景致 跟缩小版的人类居住的空间一样 那上面已经开始有人往里头放东西了 哇 哇 这是 真是漂亮 真是棒 这说着说着就停下来了 然后就在这里面就是有教练教你 教你教你做一门 啊 不是 内沟 刚才是外沟 现在是内沟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团队他们在做这个 呃 身体的这个各个关节的 呃 打开的这个动作 然后可能后面是要有比较艰难的爬升 估计是这样的啊 哈哈哈 哇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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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是一个大型的半园 然后呢 你随便说话 它的声音 都可以传递出来 这就是古代的时候 大型的剧场 为什么要这样修 就是这个道理 哇 这边 这边更 对啊 蜂窝像蜂窝一样 这种局部的这种东西真是太漂亮了 你看 这小朋友们可以徒手攀上去 哈哈 这有个巨星的牙壁呀 而且是一个弯星的 它有一个券 非常非常的震撼 CAPITAL C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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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间 我忘记了 我旁边这个 他在中国教中 教英文 他中文说的非常棒 我们今天一起在这个圆顶郊国家公园 徒步 但是就是人很多 哪儿人都很多 两边全是这种景致 非常漂亮 这上面是圆顶郊吗 好高大好高大 好像这个地方是徒步的终点吗 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圆顶郊 你走到尽头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 very nice very nice really 你一直2.4 mile 都是在这个山谷里的走 很舒服 而且两边都是高大的圆顶郊 哈哈哈高大 很高很高 几十米 上百米 都有 很棒 在这个小路上 这个路很宽 很舒服 哇 总想多拍一点 其实 这些景色有些雷同 但就是好看 你干什么 好不错 好嗎 好吗 好吗 Oh 好吗 好吗 哎 你又到这儿有空洞 哈哈哈哈 好好笑的不能 这是远顶礁国家公园的 另一个主要景区 我自己进来看一看 大米已经走不动 还有一点三麦的这个徒步的路线 我先走走看看 感觉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 地质特点以及它的景帽都差不多 那我们再往里走走看看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只是它这上面的颜色是黄色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我们再往里走走 啊巨大的这种水流回环 其实我看差不多 再走走 这顺着这个河道一直往前走 行了 差不多了 都一样的东西 我往里头走了一个多英里 差不多都这样 不再走了 不再走了 我回去了朋友们 哎 这是一个老的这个紫藤 这个树太太太沧桑了 这是阳树这个树好厉害 哇 这树好大 就是在这里面穿鞋啊 你看这个运动相机里头就好看了 是不是 在这里面穿鞋啊 只 去无论 那里面穿鞋 不是 这种树好 来 哪里 里面穿鞋 没有什么 有 Casa 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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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